刚看完电影熊猫计划 这个成龙的新片 这个片子 首先建议家长可以带着孩子们去看 我这一场好多小朋友看得特别开心 哈哈大笑 成龙大哥又回到了他原来的那种 邪区动作片的路线 而且加上卖萌的熊猫 加上搞笑的卫祥和史册 很欢乐 适合这种和家欢式的国庆节的观影 带孩子去是不错的选择 但是呢 我个人不太喜欢这类的片子了 现在已经 因为成龙大哥的片子 通常要设置很强的反派 那这次的反派是一帮雇佣兵 自己有一艘驱逐舰 然后非常专业的雇佣兵 结果这帮雇佣兵拿成龙大哥 和他们几个小伙伴 一点办法都没有 就是这个上天入地就是抓不住 全副武装就是拿人家没办法 这种邪区片子可能在之前是比较受欢迎的 这种风格也是这个广泛的受到认可的 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 现在在动作片领域 这样的方式已经不太吸引人了 就是觉得不真实 我个人也是这样的 确实这个时代 他在慢慢的演进 挟去动作片 已经日渐示威 所以你要我个人来打分的话 这个片子我觉得并不是很高 但是小朋友会很喜欢 你可以发现成龙大哥70多岁了 他依旧还能做很大的动作 确实让人非常的心生敬意 但是要维持他的这种正面的英雄形象 又不得不把反派强行的讲治 把反派强行的弱化 所以就造成那种不真实感 所以就越来越卡通了 就越来越适合低龄人群了 所以这个片子我并不认为他烂 他是有他适合年龄层的观众的 可能成年人朋友看起来就会觉得稍微有一点低龄 各取所需吧 我还是认为这是成龙大哥自英伦对决以来比较好的一部片子 因为之前有几部更差 但是他这部片子有多处进行了自嘲和反讽 也把很多观众要吐槽的话 直接做成了对白和台词 然后表达了出来 你能看出来大哥还是很倔强 虽然时代在变 但是我想尽量的适应这个时代 但毕竟大哥的时代已经渐渐远去 看到英雄迟暮 还在努力的逗大家开心 还是有一丝悲凉的 希望大哥保持健康 能再多拍几部 不管什么时候上映 我还是会来看的 整体来说 我觉得这部片子比上一部传说要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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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